今天是5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教会礼仪的读经是 得分篇第四十二章十五至二十六节 是讲及上主的功程充满了他的光荣 答唱荣也有讲 上主一句话就是创造了天地 充满了他造就的光荣 而福音就是马尔谷福音的第十章 其中一节四十六至五十二节 就是关于在耶利哥 就是耶稣行足的奇迹 医好了一个核子 这个巴尔提买的一个事迹 今天教会礼仪的选择的圣人 就是叫做圣丧实主教 和圣刘芳濟师道殉读 我今天去留意这个圣人的时间 再看深一点 这里对我有很大的吸引 原来这位圣丧实主教 他简单来称呼他就是白主教 这两位圣人都是三百年前 在中国传教的时候殉道 而在2000年的时间被教廷 是祝聖了为圣人的 这位白主教就是西班牙人 就是杜明会的会使 当时他就来到中国的福州省传教 福州省一带都是杜明会 是西班牙的一个当时的小小传教范围 可以这么说 在1747年的时间 就在福州的一个郊区殉道 被斩首 为什么今天吸引我这个圣人 其实在七八年前 我们有机会去灵火天地去朝圣 当时张默石神符 主要的一个朝圣地方 就是在福州 玫瑰山庄 国内一个很热门的朝圣地方 我们就去那里朝圣 当时也都是 我们也有探望在他们附近的 就是人慈疲累会的一个活动的中心 所以可以在那里附近的范围就是朝圣 那这里和白主教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就有机会在那几天的朝圣活动之中 就去到福州 这是所谓的白主教洞 这个白主教 因为这位白主教当时他未殉道的时间 相信他是藏匿了的 就是被附近的所谓的教友邨 附近的教友是因为知道 就是朝廷追捕他们 就是要当时因为礼仪之争 那朝廷就再不让这些天主教的全教士全教 所以他们就躲藏在附近的地方 那也是很远的 那这个白主教洞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福州市 福州市它不是在福州市的 福州市是在福州 在宁德市那里 再要远一点 一个叫做飞联镇 然后再远一点 再偏远的山村 一个村来的 叫做南口的地方 所以可以这么说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我们自己去没有办法去到这个地方 但是那里吸引的就是 那里还有一个天主教堂 那里有三百年的历史 这个教堂特别的地方 还有一个圣堂的顶端 还有一个很大的牌匾 写着圣旨 这个真的有超过三百年 当时这个圣旨相信就是康熙 当时康熙皇帝是赐给这个教堂 历史上可以看到 这里全部是清一色的天主教 这是教友村 这个地方很特别 而这个白主教洞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教堂 再要走大概 又要多走20分钟 在山边上上落落 很多山洞的地方 就有一个很大的洞穴 当时的神父和白主教 就是匿藏在这个地方 躲避朝廷的追捕 所以我们就去到这个白主教洞 我们是很吸引这个朝圣的地方 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 勾起我一些回忆 在我的脑海里有很多疑问 为什么天主教会被朝廷迫害呢 为什么会殉道白主教 因为这么好的那里的教友 这么好的人 为什么又被朝廷所迫害要斩首 这都是让我想起教会的礼仪之争 当时是很热次 康熙那时候 因为随着利马斗 和耶稣会的一种传教的努力 康熙就给了传教令 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北京 就是东南西北 都有四个大的圣堂 都是当时 康熙皇帝 是赐彼耶稣会 在那里建教堂 但是康熙之后 就渐渐渐渐渐 就和教廷起了争执 就是有些礼仪之争 逐渐发展到 这个雍正王朝的时间 一路到乾隆 就开始这个礼仪之争 就更加劇烈 去到乾隆 更加对于天主教会 有一个迫害 所以这里是很难的 当两个信仰 和基督信仰 和中国文化相遇的时间 这里好像在历史上 避免不了这份冲突 这里都是让我们很大的一种教训 好 现在在樊利江第二次大公会议 都正式有一种新的思潮 就是 这个礼仪之争定一论 其实这些拜祖 都不构成一种义端 或者是一种敬拜邪神的行为 纯粹是中国人的一种 传统文化 一种习俗的一种习惯 可以这么说 是一种敬祖 孝道的一种习惯 和这个信仰 其实是相负相成 但是很可惜 在历史某个阶段 就会被 被有很大的误解 令到整个天主教 都在中国受到很大的疾爱 当然最难过的就是 当时 在中国全教不同的修会 都有不同的争论 耶稣会 当然是比较开放一点 但是 道明会 和方济会 其他那些 在教庭那里 都有一种很大的矛盾 引致到 就是 引致到教庭 和这个 当时 中国 这些皇帝 和康熙为首 就 开始有一种 激化的一种现象 直到最后就是 就是 禁止了禁教 直到就是 西方全教士列强 入侵中国的时候 就是 就是 从上而下 或者要开放禁教的规矩 才开放宗教 但是 因为这个宗教不是 就是从下而上 就是一种受外力的脅迫 才可以传教 又令到中国的传教事业 又有一种很大的阻害 这都是中国教会的历史 所以 今天 今天的很多反省 都是环绕着这样的思潮 不过 这里我也是想 还要分享一点 都是福音 今天福音 在耶利哥 耶稣 医好了 这个盒子 巴尔提麦 这个 一句说话 都提醒我们 巴尔提麦 在耶利哥 这个村庄 他等到耶稣 等了很久 他知道耶稣 在来 他知道这是达美之子 但是他当 叫耶稣的时间 但未知之可怜我罢 周围的人 就是很多人 斥责他 这里没有说哪些人 可能是群众 甚至是耶稣的门徒 追随者 中途等等 我们都没有说 不过 在这个人追求这份信仰 追求耶稣的医治 或者这份可怜的时间 其他人是阻止的 直到耶稣 听到他这份声音 耶稣就停下来 耶稣停下来 叫他走过来 所以 耶稣是听到这份声音 这份声音 就是这个 赫子巴尔提麦说 达美之子 可怜我罢 耶稣单单是听到这份声音 可怜我罢 所以这里 重点是耶稣有一份慈悲 就是耶稣没有想过 他是什么人 什么立场 或者是什么政见 或者是什么背景 但是 但是他发出这个呼声可怜 耶稣就停下来 耶稣有一份很大的慈悲 是碰触他的 最后耶稣就说 去吧 你的信得够了你 所以 所以我们得救是 是耶稣 是耶稣 停下来 而且耶稣也说了 是信得救了他 就是这里我们 这里很小心 就是 因着这个 这个 今天 这位纪念殉道圣人 当时就是这样的礼仪之争 全部都是意识的形态 这里是不是异端 是不是这些习俗 这些规矩 人引起了很多矛盾 很多分裂 甚至乎 耶稣 耶稣所重视 就是一个人内心 那份渴望 既然这位核子 能够说到 师父 八美之子 叫我汉见 耶稣就可怜他 这份慈悲心 就是 好像我们 中国人的佛教 思想一样 放下屠 都立地成佛 这个佛祖 就是一份很大的慈悲 可以原谅任何人 所以耶稣都是这份 这样的慈悲之心 最后就是 一个人的信德和渴望 是重要的 所以今天 都我们 虽然间是一个礼仪之争 造成这份历史的伤痕 现在我们都可能 中国的教会 都被这份的 即使是现在 我相信 都有被这个 慈悦的观念 都影响着我们 中国大陆的传教 当这份基督文化 和中国文化去相遇的时候 我们是否可以 能够接纳到 用耶稣更加慈悲的角度 他的眼光 他的情怀 他让一个人的信德和渴望 就得到一份拯救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愿 借着今天 中国圣人的殉道 外国的传教士的一份努力 布下的一些种子 我们祈求 我们祈求 圣母尽教 自由 都 特别为中国的全教士 祈祷 希望 樊帝刚 透过现在教廷所有的努力 和中国的 所有的建立的对谈 溝通 都能够有一种 慢慢看到一些果实 让我们都能够看到 现在现代人的一种新的思潮 新的福全的视野 去将基督信仰的文化 带进去中国人的生活 万劲 OK 今天就多说了一点 希望大家都容忍 只有九位